浪费粮食的果报 谈亲人的钱是姻缘 这几天我母亲和我闲谈的时候 说起了她的二弟 就是我的二舅她末有逃过六十年代的 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灾荒 在五岁的时候被饿死了 我母亲和她感情很好 所以母亲小时候每当刮风下雨 就会想起她 担心她一个人孤零零的 躺在小小的土包里 会不会被雨淋住了 我听了也很难过 事实难料 人生就是如此 莫道老来方学道 孤焚全是少年人 因为很想知道我这个夭折的二舅小小灵魂 现在到底漂泊到了哪里 所以就问了有宿命通的朋友 回答是她现在还在恶鬼到怎么会 查出的因果是 她被饿死的原因是因为前世糟蹋 浪费粮食 并且现在沦为鬼 因为夜暴未尽 还是饿得慌 莫有吃的 我听了也很惊心 以前也知道浪费的果报很严重 但这一次是真的发生在自己亲人的身上 更加觉得因果可畏 除何日淡午 汗滴和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首诗 估计每个人都会背 但是我们有机人能真正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和粮食的来之不易呢 当我们在屋内尽情享受住空调的凉爽 此时 我们的农民父母可能正顶住烈日 大汗淋漓的在地里干活 偶然吹来的一小阵风 天上飘来的一片云所带来的一小会音 两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奢侈的享受 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碗底总要留下很多的米饭 不好吃的菜 冻了一筷子就不碰了 这就是现代人午饭的最真实的写照 我们终许多人也是从农村来的 父母也是这样艰辛的劳作 很多人的小时候 白馒头可是实实在在的奢侈品 可现在白白的米饭倒掉 一点也不心疼看来 忘记过去真是太容易了 是的 我们这磨快就忘本了 真不知道我们前世修了多少福 现在还有多少福气可以这磨轻易被浪费掉 来世的时候会不会夭折于饥荒和贫穷 好在佛法里还有办法可以弥补过去所犯下的错误 第一条是真心忏悔 第二是真心念佛朋友让我念佛 念南无阿弥陀佛 来超度我的二旧经过几天的努力 我又请他帮我查一查 他现在已经升到天道了 所以说念佛的功德是很大的 在真心忏悔以前犯的罪过 以后不再犯错的前提下 否则佛变成包庇饭了 念佛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摘录一段 将来的好处就是可以升到他 阿弥陀佛的世界上去 他的世界叫做极乐 自然渐渐都是好的 金把大略说说 一件事永远拖了轮回的苦去 一件事寿命莫有限量 同佛一样 一件事享受一切世间所想不到的轻浮 如满的满眼都是西式之宝 一切会鸟都能宣扬妙道 一切行术都能善演原因 衣食皆随意丰足 再不要使用心机 身体是莲花化生 拖进了皮囊臭绘 况且这极乐世界上 莫有一个不是修行的 多有大菩萨资格 我们可以同他做朋友 这样便宜是 在别的世界上万难寻得出 转自学佛网 http冒号斜杠斜杠 big5.swifto.net斜杠 收一下滑线34116.htm 请不吝点赞 订阅